泄露我的那个个人信息 我刚搬了家没有泄入个人信息 里边全是我的新地址 我的名字 我的电话全对 这有点扯了 大家好 我是立冠 又到了 不是 说错了 又到了我的闲聊时间 今天把我搞懵了一件事 昨天早上我休息嘛 然后跟老婆一块很早出去 就去唱歌了 然后就是中间收到一个 收到一个短信 一个邮件 他说你的东西到了 然后说你现在不在 所以他们把东西收回去了 就是正常的那个 正规的那个快递公司 我回来之后 我看那个传单 我的单子又扔了吧 我用单子给他打电话 我说现在在家 你把东西拿回来吧 但是我自己没有邮东西 我最近没有邮寄什么东西 然后有可能我想着 有可能是你自己在网上买了 什么东西忘了 他寄来晚的 所以有点忘了 所以我先把东西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 我看了一下 是这个东西 他这玩意儿就是类似于 铺在地上的 就是类似这个东西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在网上买呀 我也没有 我问我老婆 我老婆说他也没有买呀 你这玩意儿 谁寄过来都不知道 真的 所以把我搞梦了 但是也没梦我要钱 什么玩意儿都没梦我要 我想着 我个人本着 叫什么 不占小便宜 不会吃亏上当的 那个心态 那单亭写的有公司的名字 所以公司打电话 昨天晚上六点给他打电话 他说请在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 六点多给他打电话 他不在上班 那证明是 他上班时间是九点到六点 八小时嘛 中间休息一小时 正好是八小时 所以这样一算来 那就九点给他打电话了 所以今天早上九点 就刚刚 现在九点二十 我给他打电话 看一下表 我打电话 他还是一样的 我再给他再打一个 大家听一下 而且不是人工街 是自动那种 不能接电话 请在营业时间内打电话 九点半还不打电话 中午在这打一个试试 这玩意搞的 你万一 万一是那个商量受骗了 就是骗咱钱了 怎么办了 我虽然说没钱 没钱也可以让他骗 但是随之为啥呀 我都搞懵了 我真的不明白咋个事 好了 我中午再给他打电话吧 如果电话打完之后 看看怎么解决吧 我后续给大家拍吧 到中午饭点了 我先吃个饭 然后边吃饭 边给那个 就是早上打电话 就是在这打电话 因为现在十二点 十二点半左右吧 在这打电话试试 看看情况 如果他那边电话再打不通 我就去打日本消费者协会 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帮我看 问一下他们的情况吧 这个是今天的饭 猪炖粉条子 还有个番茄炒鸡蛋 还有个凉拌菜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昨天 应该是昨天我老婆做的 然后剩下来的 给我放到便当壳里了 我这是加热的 我们公司就是可以 怎么说 我们公司可以 就是有微波炉 我吃不过凉饭 所以我每次 带便当来 都肯定要去用微波炉 加热的 我再给那个公司 打电话看看吧 看看什么情况 问一下 是不是哪个大哥 送我的礼物 但是我没有 泄露我的个人信息 我刚搬了家 没有泄入个人信息 里边全是 我的新地址 我的名字 我的电话全对 这有点扯了 现在给他打电话 通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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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 我刚才 我刚才 里面的 我 我没有买到 对 有什么 对 对 对 我可以购买的博物 我自己在写上的貼文 是甚麼的估讀嗎 是我的禮物 好 我是我 我是有限詞的 但是我明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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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了,又又尴尬了 太尴尬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家有一个小孩做的那个 当秋千那个东西,我在网上买了 然后买完之后,他就说有一个写评价的话,他会送你一个礼物 这个东西就是送的礼物,我当时爸爸吓得,我说啥情况 我这新地址,刚搬的家新地址,我的名字,我的电话 都对啊,怎么给我送,来了这玩意 然后打电话打不通,这终于打通了解了 人家说是给我们写评价了,所以我们送了你一个,哎呀嘛 哎呀,但是也没问我要钱啊 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哎呀,这放心了,放心了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吓我一跳 虚惊一场 但是啊,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 不要贪小便宜 贪小便宜很容易上当手片,所以不管什么情况 不要贪小便宜,就算有小便宜一定要问清,问清楚 才能那啥,放心吧 我这个,我这送我,送我礼物这个事啊 我在买那个秋千的时候,上面写的有 上面写的标明了,你愿意就是给我们写那个评价的话 我们会送你一个小礼物,这个是提前有说了,提前有 但是我没想到是,我买完一个,一个多月了吧 没想到现在才会送过来,所以时间跨的有点长了,我还是忘了 不好意思啊,虚惊一场虚惊一场 好了,大家有没有上当手片的经历啊,有的话 咱们下面评论区见,聊一聊,好了,拜拜 如果这个影片好喜欢的话,订阅一下,订阅一下 Jasmine 完成员 小学生 小学生 感谢观看